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默默 由於現在疫情的關係 大家事事都不知道在家裡要做什麼呢 剛好我們的冬午節也要來囉 冬午節的小兵應該是吃粽子吧 所以我們今天就利用 三顆粽子來製作三種不同的料理吧 材料有 雞蛋 餛飩皮 還有我們的 起司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塊什麼 第一道創意料理吧 我們的材料有 雞蛋 啊 粽子跟雞蛋 先倒入油 打開我們瓦斯 轉至中火 接著把粽子放進我們這個丸泥 壓碎 大概變成這樣 加入兩顆粘 倒入我們這個环米麵 攪一下 再變成這樣 再倒進去 就我們第一道創意料理就完成囉 嗯我覺得 蠻醜的 因為我自己看都覺得很醜 但是想不應該是很好吃吧 那我們就來開始試吃吧 我覺得很好吃耶 就很香 然後蛋味很夠 你們可以在家裡吃吃看喔 這好吃 現在開始進行我們第二道創意料理吧 我們的材料有 肉粽 餛飩皮 還有我們的開水 由於肉粽這次是當餛飩皮裡面的餡料 所以我已經有先把肉粽先弄鬆了 這是我剛剛先包好的 把剩下的繼續完成吧 我們要把肉粽弄進去裡面 水就沾一下 可以讓它黏住 像包水餃一樣 這樣 重複動作 其實很簡單 看你們自己想要包多少都沒關係 我們已經包完囉 那我們先開始 先熱鍋 先倒入油 開我們的瓦斯 轉到中火 然後就可以拿下去煎囉 現在的過程都要注意油會噴 然後蛋醬就是有點太焦了 這樣呈現金黃色的就是代表可以了 這樣我們第二道料理就完成囉 那我們現在開始試吃吧 有點燙 很好吃 就外面是酥酥脆脆的 然後裡面就是肉粽 還不錯 大家可以在家嘗試看看喔 真的還蠻好吃耶 我們第三道創衣料理吧 這道料理非常的簡單 只需要有 粽子 跟起司 還有我們的 氣泥 跟家裡的微波爐 或者是烤箱就可以完成這道料理囉 首先我們要先把 粽子先放進去我們的器皿裡面 由於我們剛剛材料還好算 所以我們也跟著倒進去裡面 這樣才不會浪費 之後就把它壓平跟鋪滿 鋪成這樣 起司不夠我們再來切 在切的同時要小心手不要切到手 然後起司的話可以先拿去冷凍冰 然後要切再拿出來切 這樣會比較好切 不然起司會太軟會不好切 然後也可以建議使用乳酪絲 這樣效果 吃起來的口感也會比較不一樣 然後再把我們剛剛切好的乳酪條放進去裡面 這樣就完成囉 那我們請拿去烤吧 我們的第三道料理已經完成囉 現在我來試試看看吧 好香喔 身為起司控的我真的超喜歡的 滿滿的起司 好燙 有點燙 很好吃 好燙喔 超好吃的 起司控應該會很喜歡 超好吃的 很棒 今天我們這三道川料理都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的朋友們 可以自己回家操作看看吧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今天主持人莫莫 我們下次見 掰掰